这个定位看起来却还不错 就是最近不少五星级饭店的自助餐都改版 有家年收三亿的五星级饭店自助餐是次之上亿大整修 价格呢也上涨了9% 而另一家更涨了快三成 不过老涛看起来还是很捧场 细细烹调手中美食 请来为Michael Jackson还有Maria Katie服务的主厨Colly Miller来坐镇 设置新级美食区客座主厨餐点在这里都吃得到 五星饭店自助餐升级改版冲出江湖 餐厅大改装除了硬体升级之外 连服务内容也变得更加贴心 你好 这些刚出炉的披萨 其实有下来一份吗 手创严猪送餐让消费者第一时间就能吃到刚出炉的美食 自助餐点口味改变不再只是假筹吧 还要更加精致化预估一年业绩就能达到4亿元 有一百多样的那种吃得比较过瘾 上一份工作是当厨师 对 我就会想要去尝试很多 新的材料 对 真的会 锁定目标迅速下手 用餐时间还没到已经做满满 十大餐区168种美食重新改装 人气再翻倍 舍弃硬塞座位数要打造明亮宽敞的用餐经验 因为我们现在希望消费者是可以吃的 从吃到饱到吃到巧 那我们希望提供的是很舒适的一个环境 在于改装之后 不论是在我们食物上或装潢上 整个用餐氛围都大大提升它的精致质感 五星高端饮食站 晚餐时段精华 薄力亭1190元 小涨9% 军月开飞屋1480元 涨幅达27% 爱美探索厨房要1590元 南部夯店汉来海港北上强势定价 也要1000出头 看来饭店蜘蛛餐大战 各自做出差异化挑战韬客的荷包极限 有点TV的同学台北报道